請在工具裡面按右鍵 那這邊會有一個叫做塑形的 塑形 塑形的地方的話 你把它叫出來之後 你放在 放在這裡好了 好 那這個塑形 你會發現 比如說我今天要畫一個方塊 3D的方塊 你會把油標放在上面 它就會跟我們說明就是說 以往我要畫個矩形 矩形是2D的 可是如果今天我要畫一個 立體的這個方塊有沒有辦法 其實這地方你可以點一下 點一下之後的話 你在旁邊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要畫一個3D的 你看第一個他會問你說 我假設我隨便畫1 2 3 你點3下一個方塊就出來了 那這個地方方塊 另外還有塑形 塑形的話你可以點1方向給它 2 3 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那塑形有點像是方塊 只是說它是斜邊的 斜邊 另外還有所謂的這一個圓錐 圓錐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中心點給它 點第二下再往上 有沒有 圓錐就出來了 再來還有什麼呢 這個地方還有圓球 那你可以用一個圓球 畫一個球 大小的話 你可以再給它一個半徑 給它一個半徑 那這地方就會是圓球 圓球 那從這個角度看是 如果立體感不夠的話 你可以切換到別的模式有沒有 這樣看會比較清楚 3D的其他模式 那再來的話 還有像這個所謂的圓柱 圓柱的話 你在這邊也可以拉一個半徑給它 再往上拉 圓柱就出來了 其他還有像這個類似像圓環 有點像田田圈的這個地方圓環 OK 那這地方我想你們先試試看 先把這個在工具裡面 有一個叫做塑形的工具列 先把它叫出來 那試試看這個塑形的工具列裡面 有哪一些這個繪製 一些基本的這個3D圖形的功能 在那邊呢 有哪個小玉